主持人正在找路中 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有点太热情了 那我们邀请Ella回到我们的台上 谢谢 谢谢大家 感受到了以前我们暂时整个会比较少女友的感觉 今天非常的开心 你知道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还蛮红的艺人 真的非常谢谢你 那其实刚刚在影片的过程中啊 很想听听看说 Ella跟我们在拍摄这次影片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或是感动的地方 印象最深刻也让我非常讶异的是 我以为宏道的志工都会年轻一点 但是没想到 你们刚刚在影片上面看到一开始 我跟两个阿嬷打招呼 他们穿着宏道的志工的背心 那两个阿嬷都七八十岁了 对其实我们平西山最高练长辈是84 所以今天有来到现场 所以其实你发现的是 是长辈们在照顾长辈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觉得 很感慨 因为感慨是 因为的确年轻人他们在为了自己的人生 在为了自己的梦想 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顾及太多 他们还在打拼的那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 社会大众对于宏道老人基金会 能够支持他们 让这些 还有能力照顾别人的长辈 也有一件事情 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服务 让他们有事情去做 然后去陪伴那些需要的长辈们 然后尤其是他们就是附近都认识的朋友 所以那种感觉是真的是自己的好姐妹好闺蜜 来跟他们聊 因为有时候如果太年轻的志工们 跟长辈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没有办法 共同的话题或者是过去的回忆 共同的生命经历来一起聊天画家场 可是这些长辈们来看他陪他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有的是话聊 所以我相信阿嬷阿姨阿嬷她每天可能很期盼的就是 有人来跟我说话 跟我说以前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真的 其实自己非常感动 也就像我刚刚跟执行长说的 我们要感谢的是基金会愿意投入这么多的心力 组织这些东西 然后让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游子们 能够尽一份心力 有一个很好的管道 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长辈朋友们 非常感人 我真的是眼睛要啰泪 其实我刚刚看到阿嬷阿嬷 然后我坐在前面看 其实我也还蛮感动 很想要哭 可是我想说做一件好事 这是真的是开心的事情 是 对 然后我也觉得非常感动 可是那感动 这个眼泪会是感动的 是开心的泪水 所以在这里还是在在的 就是跟社会大众呼吁 我们用看见去改变 看见长辈们的需要 然后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是